我們大家知道,所謂的政務委員是 謝謝 政務委員其實就是不管部長 也就是說他是跨部會去做協調的工作 那麼這位唐政委非常的特別 他是我們中華民國第一位的數位不管部長 也就是說所謂的數位經濟、數位科技等等 在我們生活中的運用都將會是他所主管的範圍 所以他的設列更包括了教科文三大領域 教育、科技以及文化 那麼跟我們藝術大學當然有非常強烈的關係 今天在他的演講之中相信也會讓我們的藝術 跟科技還有現在的數位經濟如何去產生關聯 那麼我們在這裡可以得到很多的啟發 我來自科技界 那麼在科技界裡面我們都知道 做軟體設計的人都是最聰明的人 IQ最高的 也就是說他們等於是代替這個 是一個某種程度上帝在扮演 怎麼樣為人類去規劃 去籌劃這個思考抽象的領域 跟現實的領域裡怎麼去做連接 這樣子的一個非常重要而且有趣的角色 所以今天我們非常榮幸能夠邀請到唐鳳政委 我們一起來歡迎他 謝謝 謝謝大家 好 那今天我的演講就是有大概一小時要二十分鐘 那這段時間我演講的內容是完全由各位所決定的 如果大家有手機的話 麻煩或電腦的話麻煩可以掃一下這個QR Code 或者是連到這個網站slido.com 那到了slido.com之後 可以輸入今天日期前面 大概有零緊四號 不用輸入 就是01120 那這樣子大家就可以到一個匿名的一個聊天室 那為什麼用這樣子的方式來進行演講呢 因為通常就是我們了解到 不要說是一個半小時了 即使是一小時的課程 大概到第三十分鐘的時候 大家就可以忍不住想要把手機拿出來 大概四十分鐘的時候就會忍不住想要找到什麼東西按個讚 這個我都是可以了解的 那所以呢我們就不如一開始就把大家的手機都徵收過來 那讓大家這個按讚的衝動呢 可以放在彼此的問題上 在這個上面的提問都是匿名的 意思就是說任何想到的問題 任何想要我家的事情 任何你的感受分享等等 全部都可以往這個上面放 那因為反正是匿名的嘛 大家都要滑手機 沒有人知道你在提問題 所以這個就可以解決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舉手發問的時候都會打個六七折 就會比較禮貌的這個困難 那所以這個是另外一個好處 那像就預言預言人稱讚這套系統 那如果你也想要詢問相同的問題 你只要在他旁邊按個讚就可以了 那讚的數量越高的 他也會跑到上面來 那這樣的話我就知道說 欸像現在就有一個讚 真的是若和福姐兩個了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就很歡迎大家隨時的 逃出任何問題 或者是測試我們的系統 那我回答的方法呢 就會是直接去讓我們目前在這條位的問題 呈現一個高亮度 然後呢再就是回答大家的問題這樣子 好那在大家還在想要問什麼的時候 我想因為這邊是太一檔了 我們這個就不可免俗的先看一段短片 然後還就是描述一下我這兩年左右 所以要在行政院做為 剛剛講的數位政委的一些工作 那聲音不一定放得很出來 但沒關係我們就謝謝他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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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們這邊怎麼接受呢 而且他們怎麼覺得 今天看到這種我們的努力 那我覺得這真的 就是沒有一個正常的一個方向 叫人一arte 海外 來向兩つ提案 有 cartridge 像一天試圖 直接結局用作物體 說要 FY決意 例如英國組手法 雲仙有利多受到 與德國人有於 集服部體 wrote 每次世界企業的仲間 目前公使活動的兩側來看 這些遺憾全 pleintheir 有 eligible安全的機會 可以更近來將的方向 尖進更遠的餐廳 可以今天將老池做設計 這些民眾來將 這些遺憾全個遺憾 近來的地方 莊注意 因为当然你跟我说这字幕可能这个project到太底下了 所以我们就这个堂摆一下 这位朋友说他接触到很多民众真的想要了解社会企业的概念 那所谓的社会企业就是说一个事业体验经营的时候 它是以让社会或者环境变得更好 达到有去发展目标作为它的基本的目标 那在这个社会企业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有非常多的青年咨询委员 就是35岁以下的朋友 我们刚才换了第二届的委员 那把这些多元的声音带到政府里面 那一方面当然是协助 但是二方面也是监督 那让整个资源和运作的分配 都可以达到更公平跟实在正义的这个程度 那当然也不是只是提出监督而已 我们每年都会有40多名的学设计的 或者是网页的前端相关的实习生 那这些实习生就是让政府的数位服务变得更好 那这个变得更好的过程 就是我们都是用开放的方式把它分享出来 然后就在国际上的各个场合去进行分享 那像我昨天才刚从泰国回来 然后就是透过远距啊 Hologram啊 各种各样的方式 大概一个礼拜会有六七次吧 在不同的国家 去这个所谓的能力发展目标来分享 我们在台湾做的这些工作 那这个地方就是我的办公室 叫做Public Digital Innovation Space 就是公共数位创新空间 那PITIS它比较特别就是说 我们其实真的就是空间而已 就是说在里面并不是有一个部门 而是每一个部会 当初我两年前加入政府的时候 我的老顾协商条件之一 就是我可以从每一个不同的部会 各调派一个人过来组成PITIS 那台湾现在大概在中央政府有34个部会 那所以理论上我可以有34个同事 但是目前PITIS是22个人 所以有一些像国防部啊 还没有派人来 那但是不再如何就是说 这是一个完全横向的一个跨我们的一个团队 那这个团队里面我也不打谁的考纪 每个人考纪都自己打 那每个人的过程里面 基本上我只给大家一个要求 就是说大家在工作的时候 要不怕让别人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所以这是我们PITIS的那个实际办公室的样子 那它的这个实际的地址在仁爱路三段99号 是台北建国华市的旁边有一个以前的空总 那以前空总只有在建国南路这一面有开门嘛 那我们现在在仁爱路三段就是大的那一个路上面也开了一个门 那接下来围墙也都要拆掉 它就会变成一个跟就是仁爱路完全变平的的这样子一个位置 那在这个位置里面 它的空间尽量是大概上百家社会创新团队一起来设计的 像我们这个足球场就是由点点扇这个设计社会企业去带着一些有唐诗证的朋友 现在我们好像是叫写汉人吗 是要一些写汉人们一起做 那其实他们本来只是想要给一个因素治疗的课程 但是后来他们就发现说其实从当时真的朋友们的眼中看起来 他们对世界的了解其实是透过集合的方式来了解 那这些集合的方式来了解的东西它是非常distinct 就是你看到之后会留下深刻的影响 所以他们就把这些艺术色调的成果做成了各种各样的设计的文创的商品等等 那就是把缝隙的角度看我们这个地方把它这个具显化 那具显化之后非常有趣的就是说各个部会的朋友们来到这边的时候 都会带着一种比较有创造性的精神 不会像以前的本位主义 所以这也可以说是这个艺术的力量 那所以以上是大概快速报告一下这个我们目前的工作 不过这全部都只是在帮大家争取时间的力量 所以大家还是要提问题不提问题我们有什么可以讲的 OK OK 好 OK 非常感谢大家用各种这个语言包含emoji 来提问题 OK 好 OK 我们目前实际上有三个问题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了 然后规则在讲一次 如果有些朋友 我看有些朋友后面才来 是连到slido.com或者扫这个QR code 然后输入01120 就可以提出问题 或者是按赞把别的问题推到上面去 那从现在算起大概一个小时 有十分钟的时间 我会按照大家按赞的数量开始回答 那如果到一个小时有十分钟之后 还没有办法回答完所有大家的问题 那么这样的话就很抱歉 就是有些问题就没有办法一一回答 那如果在这个过程里面 已经所有的问题都回答完了 那大家又没有随时举手发问的话 我们就提早结束 不过这种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 所以我也不觉得今天会发生这种事情 好 那我们就开始了 有十三位朋友们想要知道说 是因为结束了自学者 没有接受体制的教育 想要解决于目前台湾高教现况的看法跟期许 确实就是我读了三个幼稚园 然后六所小学 然后国中读了一年级 到二年级的时候就辍学了 所以十年刚好读了十所学校 比大部分人读了学校数量是比较多的 但是从来没有做过暑假作业 每年暑假都还转学 所以这个确实是比较有趣的 这个体制上面的一个经历 那不过呢 大家当然都会说 那我才十五岁就在家自学 其实不是 我辍学之后 做的第一届时期 其实是跑去大学旁听 然后就跑去开公司之类 并不是真的在家里 那为什么当时会有这个辍学的念头呢 是因为当时有一个新的发明 叫做全球资讯网 就是WiWeb 那对各位来讲 其实这都是可能各位在求学过程里就有的东西 就是浏览器啊 这些 因为我年纪比较大一点 我三十七岁了 对我来讲 我是到十三四岁才看到浏览器这个东西 那是1994年 那看到浏览器之后我就发现说 其实长辈们本来告诉我的 就是说像我对人工智慧你有兴趣 那他们就说你要先念到很好高中 很好大学 出过留学去某一个教授的实验室 然后跟他一起工作写个paper 让教授注意到你 你才有可能跟他一起做简短研究 但是呢 当时呢 就1994年的时候 我发现说 最领先的一些人工智慧的一些学者 其实都已经把他们研究成果 根本还没有发到期刊的时候 就先放到这个新的东西 叫做全球资讯网上面 叫做preprint 就是说 他还在同差审阅的时候 同时也让整个网路的人一起审阅 那所以我看到 当然就会看到一些这个问题啊 想法啊等等 我就写个email过去给那些研究者 那第一个他也不知道我才14岁 那第二个是说 他也不知道我印象不好 我查了很久的字典才写得出 那封email从他角度来看 我就是另外一个研究者 我们马上就一起开始做研究 所以我长辈告诉我的那些 好像就是完全被推翻掉了 因为我什么都不用做嘛 我只要写个email去 我马上就可以开始一起做研究 所以我就跑去跟校长说 你看校长这个我跟他们一起研究 然后做出这样这样的东西 那你觉得说 我是不用在学校继续看 十年前的知识 还是说 我可以现在就开始做研究 因为从一个研究做出来 到被主流所接受 到被科发会所看到 到教材教法编出来 到写进教科书里 大概就是十年的时间 所以我就跟校长说 那还是我就去创造十年以后的知识 那我本来是预期有一番辩论 一番阻力啊 但是校长这个听完我讲完之后 开始都没有想就答应了说 好从明天开始我就帮你骗教育去 就是告诉读学说你都有来 然后讲 因为大事还是强迫入学 那所以就是我后来就可以 跑去开公司 也去大学不容易听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 我就对体制的谈性 充满了乐观 就是觉得说 我只要把这个理由好好讲出来 任何行政人员应该都是可以 想办法进行调整的 那果不其然 从那个之后 大概算大概四年左右 台湾就开始了所谓的 实验教育的这样一个运动 那实验教育 相信他也有听过 说并有一些实验教育出来的朋友在这边 就是台湾有10%的学生 可以按照教育部的课堂 自己去决定 自己要团体自学 共学机构形态 非机构形态等等的方式 自己去安排自己的课表 只要那个县市的 就是宣誉委员会通过的话 那就可以用一种创新的方法 来进行自助的学词 那我们目前的实验教育 实验法应该是亚洲最领先的 不单是人数最多 而且甚至可以办到实验大学的程度 虽然目前好像都还在抽足了 但是意思就是说 你有机会可以完全不管 教育部在做什么 那但是呢 这样子的好处是说 我们在台湾全台湾 就看到各种各样不同的教材教法 就可以在教育部本来的 比较硬性的课堂之外 刚性课堂之外 开始进行实验 那这样子过了10年之后 我们就发现实验不总是成功 有些实验也是失败的 但是呢 有些实验它真的做得不错 那这个东西我就把它收割 就是把它纳入 进来变成我们明年即将上路的 就是12年国教的新课堂 这个跟高教是很有关系的 因为12年国教 其实在以前是中小学 这个包含高中是教育部的执行单位 国教院做出一套课堂 这个就有课堂 然后大家按照那个课堂 去教学生 这个东西叫做技能导向的教学 意思就是说我们所谓 世信良才嘛 就是让小孩快一点找到 他要跑到哪一个轨道去 然后在那个轨道上面 去让他具有应该有的技能 那当然不免就是在轨道上 会有些人跟人之间的竞争啊 还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 叫做竞争力啊什么之类的 那但是呢 这一套东西完全破产了 所以当然原因有很多 但是最大原因就是说 我们现在一个七岁的小孩 进入学习系统之后 他其实是挑了一个技能 或者轨道 我们都没有办法保证 在十二年之后 那个技能不会因为AI 或者一些新型的科技的关系 而完全消失 学们不会因此而整合 或者是他学到这个技能 到底还有没有任何的用处 所以技能导向的教训 最大的危险就是说 过了十二年之后 当这个技能消失了 或被自动化了 或被长病了 那这个学习者 他可能会受到一个 人性尊业上的打击 就是他过分认同一个工具人的部分 那但是人性工具就做得比他好了 那这个时候 他就会很惨 那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们就完全调整了教育的目的 所以在明年即将上过的新课程里面 我们是改善做一个素养导向的教学 素养导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教的不是外面的这些技能 而是心理的一些素养 那简单来讲就是自发 互动 共好 那这三个都是从实验教育修科过来的 自发就是说 你看到一个社会有问题问题 自己想要去学习 好好解决 互动就是跟你背景领域 文化不同的人 大家互相就是取暖 不是互相组队打怪 对 然后 那够好就是说 不要把对方当成实验工具 而是了解到对方有不同的价值 但能够综合这些价值 达到共同的价值 那到底要怎么学自发 互动 共好 那最后方法就是刚刚讲的 族队打怪 跨不同的领域 一起来解决一些问题 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们在高中的这一个阶段 就引进了大学的所有的制度 包含选修的制度 校定必修的制度 学校所定的 所谓的社会责任的制度 然后素养融入教学的制度 所有这些东西都是让大家在高一的时候 不要那么快的一定分成 普通高中 或者是基础高中 或者综合高中 而是在高一的时候 就先可以用比较横向的 通试的方法 先了解到自己的兴趣 跟想要解决社会问题 或环境问题 然后直接去投入 类似的创业这样子的工作 那到了高二高三的时候 再透过选修宾校定必修 路跨校选课的方法 去了解到说 那我的mission or purpose是什么 因为一个人如果找到 他的mission or purpose的话 其实就算是 中间这些技能 全部都被自动化的工具所取代 但是这些大家会看成是一个帮助 而不是看作是 好像是剥夺他的这个人性尊敬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在国教的阶段 大概就是把体制教育 调整成我当年想要的那个样子 所以本来是就是说 没有把它适应这个 就是国民教育系统嘛 但是因为后来 我就当了这个 科学发展委员会的委员 所以现在是 国民教育系统都在适应我了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也只是非常感谢 实验教育的一直的贡献 因为如果没有见面十年的实验教育 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教材教法 可以拿来变成科考的一部分 好那假设现在新的生涯国教的学生 就是毕业了 高三毕业了 那他发现说他到了大学 竟然又走回了 就是单一轨道 单一学习 他进了学习之后呢 他这个他也要透过 转系考啊 辅系啊 还是什么 很就是很困难的一些制度 他才能够去做跨领域的学习 他要透过一些 小数的这个 当然现在也是有大学生的责任啊 这些 但是毕竟就是他要结合社区的目的 还是需要更多的 就是他自己的一些投入嘛 那但是呢 这整个系统 却没有办法去reward 去奖赏 他这种找到了一个使命 然后我就花一两年 去把它做到一个程度的 这样子一种project based的一种想法 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们的高教系统 也跟着进行了修改 那最重要的就是 学位授予法 在上个礼拜才三度通过 学位授予法在三度通过之后 整个高教系统跟以前不一样了 学习本位的这个概念 基本上就是消失了 那以前呢 就是学习本位是 大家最习惯的 其实我不都是道听图书啦 因为我没有念过高中 也没有念过大学 但据说啦 就是有学习这么一回事 然后考的时候 是要靠进一个什么系 那这个系有他的必修选修 那你可以跨时间 跨的程度不能够太大 真的太大的时候 你要去转系 那以前都是这样子 那新的学位授予法 是刚好相反 就是说它是以学院为本位 甚至是以一个大学系统里面 相关的院为本位 在这个中间 你可以非常容易的 就是愿进愿出啦 这样子的方式去选课 那在过程里面呢 大概任何一个学院 你觉得它有任何一个 你想要用到的这个想法 你就可以跟着那些老师 可能两年 那两年就可以拿到一个 准学式的学位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有一半的学生 是把学分是可以透过远距的方式来做到的 那或者是跨小的方式来做到的 那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们就期待是说 是你在大一大二的时候 就找到一些值得投入的事情 然后呢 因为这样的关系 你投入这些事 你不得不去又学一些管理的 沟通的设计的方式 跟这个本职学呢 不一定那么相关 但是因为你就是马上要应用了 所以就必须要学的一些东西 那学的过程里面呢 你可能就跑去产学 跑去创业 跑去volunteer 跑去交换随便了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回来的时候 你又可以回到一个不同的系 又学一些不同的东西 所以之后的这个学位 你可能花了六年 可能花了七年 在中间是一个不断进进出出的过程 那拿到了这张学位凭证 也比较像我们在打这个电脑游戏的时候 那个技能术啦 就是你破了哪些关 就是点了哪些技能 而不是说好像单一的学习的那个 一个证书的感觉 那你拿了这张长长的技能术 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每个人都不一样 就是所谓的一生一课表 每一个学生一张课表 的这样子一个概念 那这个在高中就已经是这样 在大学就更加是这样 就是每个人的特色 可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看得更清楚 那这样子的话 也没有人跟人中间的竞争了嘛 那最多只有团队跟团队中间的竞争 人跟人之间就只有合作 而没有竞争 那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教育理念 那在过程里面呢 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说 也能家长也会担心说 那像你就是本来拿去念硕士的时间 拿去出来各种不同的实验了嘛 那这个到底接下来要怎么样 所以学位准理发里面也特别说 只要你有做出一些project来 你可以直接拿那个 然后就直接去念博士 那所以就可能可以跳过硕士的阶段 等于是说就你可能三个或四个 准学士架起来就变成直接去念博士 那所以 其实学位准理发改的非常多 我这边都是讲一些更改而已 那如果大家比较了解呢 还是情商教育部的网站看来人包 或者是直接去看学位准理发本身 但是大家可能大家这样子听起来 已经比较有一个概念 就是说未来大学它的角色 可能不是只是大学本身 至少不是学习本身 而是透过capstone 就好像一个上面的一个基石 这样子对不对 定石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去结合所有它旁边社区的 包含就是社会的环境的经济的 不同的资源 然后一起去做出一些有意义的创作 那这个是从我们从USR这个新的教高教生 跟了计划来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有大学的地方就有希望 那到底这个愿景是不是真的能够达成呢 那当然是就是要看大家实际上多投入 就是把自己的所学放在解决社会环境 跟经济的问题上 那这是目前我对高教情况的看法了 那期许这个我想希望大家自己来做的 有时期议会他们想要知道说 为什么对团队的唯一的要求 是不要怕让别人知道 我们在做什么非常好的问题 这个概念其实就是所谓的 voluntary association 就是自愿 以自愿而自愿合 那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以前在传统的公共行政的概念里面 我们大概对于质疑的想象都是这样子的 可能左边是对经济开发感兴趣的朋友 那个省姐可能是经济部长 或者如果她是在 就是地方前面可能是进发局 那右边可能是关心环境生态的朋友们 那她可能就是环保水树长 或者如果在地方的话 她的环保局 那就是说简单来讲 局处或者部会 行政部门或者是立法院的委员会 或者是议会 它起到一个组织人民的一个作用 那中间大家看不到的这个绳子 就是我们所谓的专业文官 那这专业文官就是所谓的公务员嘛 公务员就是公共服务员嘛 公务服务就是服务业的意思 所以她们中间的服务所有这些不同的 Castity文 但是呢大概都是匿名的 因为我们公务员服务法 说她们不能自己对外发言 所以大家都看不到中间的那个拉扯 那但是其实她们是承受全部的压力 然后试着要在这些被组织起来的人民中间 去找到一个公平的这个仲裁 那所以呢这个中间呢就有非常多的 我们叫做Siloify 就是所谓的狗层的效应 就是简单来讲每一个这个神结啦 大概都不知道别的神结正在做哪些事情 那这就这样也过了一阵子啊 公务员形象好像也没有完全破产 但是呢到了这个这个世纪 尤其是当社群媒体出现之后 忽然之间这一套呢 现在全世界都受到了非常大的挑战 那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说大家不再需要公共部门来组织起利益关系的人了 任何人家有个正确的hashtag 他比想说metoo 或者是说一个正确的空间 他比想说低卡 随便就可以组织起上千人或者是上万人 那所以第一个我们的组织就要损失效果了 那第二个就是说有太多新东西了 好比像说在我们公总这个办公室里面 之前就来了一些这个外星朋友们 那这些我不知道后排看不看得到 但是这些是自驾车 然后是三轮车 那这些自驾的三轮车呢 是MT Media 来看过来的 但是它是用一种开放原始 开放硬体的方式 任何人都可以很容易的去改变它的 不管是外形还是行为 还是它的思考的方式 那所以像空总啊 旁边是经过花式 那所以当初就有这个 城市一栋黑客所里面 也是黑客大吧 那朋友就提出来说 那我们可以一面买花 然后它一面像幻灯动物一样 在旁边跟着我们 然后我们就把花盆往上丢 然后你不用自己那种很重的东西 到最后你就可以起上去 它就帮你载回家 那也有另外一对朋友们说 这个外国的观光客啊 那它可以用它当地的这个 语言跟文化去跟它翻译它 在路上看到我所有的景观啊等等 所以这种无人载趣 就是大家看到AI的时候想到的 可能像是抽象的东西 那这个是非常的具象 它比我们还小 大家怎么想 然后就在我们旁边四处跑来跑去 那三轮车 虽然就是同样说跑得快 但是市场跑得很慢 所以就是你撞到人 撞到建筑物 大概都不会怎么样 那在这种情况下 它到底是哪一个部会去管的 这个是非常 我们没有一个机器学习部 没有一个自走三轮车部啊 对不对 我们不可能有什么新的事情发生 什么区块链分散式账本什么东西出来 我们就会莫名其妙要跑出新的圣结 所以就会变成是说 因为有太多新的东西 所以这个从公共体系来看 我们像以前这种先组织再重裁的方法 就完全失灵了 因为你不可能对这些新的东西 每一个都冒出一个圣结来 所以我们唯一解决这个的方法 就是从所谓的Vertical Power 就是每一个部部长透过这个 层层的谦和层层的决心 部长的部长中间的协调的这一套方法 我们要慢慢转移到所谓的协作式的治理 就是所谓的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这样子的一种做法 简单来讲 我们的问题就不再是说 我们要怎么组织大家 以及怎么做出重重裁 我们要问的两个问题 现在变成是说 好 那大家有各种不同的想法 各种不同的立场 但是有没有一些共同的价值 有没有一些我们都觉得是重要的事情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既然有了一些共同的价值 那有没有一些创新的方法 可以满足这些共同的价值 但是不要牺牲掉任何一个人 那创新当然想必须会违法 或者违反法会命令 或至少违反习惯 但是这个时候 我们是不是能够尽可能去调整 让政务官 就是向政委来吸收这个风险 然后让专业的事务官 能够自己集思往易去看到 到底怎么样去让大家过得更好 那这个呢 挺起来非常的抽象 所以呢 我就是举一个实际的例子 这是我们的工作区 我入阁的另外一个条件 就是我不接触国家机密 所以我看到的一切都可以对外公开 所以大家现在看到的 并不是一个模拟或者是一个示范 它真的就是我们的团队 所以从22个不同的角度来看时间 然后用所谓的看板管理的方式 大家想到哪些主意 正在等哪些主意 目前正在做哪些事情 做完了哪些事情 每一个成员现在正在做什么 等等 所有这些都放在这样子一个看板上面 那这个概念叫什么呢 叫做working out loud 就是说大家做事情的时候 不怕别人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 那当然这所有部会的朋友们 派驻在我们这边 不管是文化部 教育部 或者是NCC 或者是财政部 内政部 等等的这些朋友们 外交部 等等这些朋友们 当然都还是在为自己的部的这个价值 所奋斗 那但是每个部是一个不同的价值 那但是 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就可以综合这些价值 达到一些共同的价值 所以像有一件事情 如果对一人345678 个人都很重要的话 那这八个人就会自己组织起来 然后去投入这些价值 那些事情 因为表示这八个人都觉得这些事情很重要 我是完全只做横向死人道的工作 我是绝对不下命令 也不接受命令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大家就会自己把自己的部会的资源拿出来 然后呢自己去进行管理 然后呢自己去设置milestone 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只有一个要求 就是说不要怕让其他人知道 因为其他人知道了 他才有可能去看到这个中间的一些缺口 那缺口就是光的入口嘛 他们才能够去带着光线进来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working out loud 得及的概念 那初次之外 我没有任何别的要求 他们要在家里工作 要在行政院工作 要在工作工作 随便 那他们每年的考期都是自己打 所以大家都是假的 那然后所以他们所有的这个就是联络方式啊 使用的工具啊等等啊 都是以那一张卡片就是那一个专案 我们叫那个坑嘛 以那个坑的这个实际的形状为主 所以其实我们的实习生 每年四十几个实习生 很多也都不在台湾呢 也都在全台湾各地 因为任何连得到这个工作区呢 大概就可以是我们的同事 所以PITIS的Space也不只是实体的空间 它同时也是线上的工具 有18位朋友们想要知道说 数位科技或社会设计等等实践新创的方法 都需要一定的技术的门槛 中央有没有什么推广的计划 或者是一些平权的计划 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其实这个技术门槛 它讲的不一定是数位技术 就好像我们在工作 我这边呢跟大家推荐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蛮好用的 而且我在全世界的方法 有很多一些场合 分享的时候 大家都很紧张 因为大概只有台湾 比较容易玩这一套 就是叫做区域创新系统 Regional Innovation 简单来讲 底下大家看到的 我现在发现这个投影 对大家不是很友善 所以我都要自己把东西转上来 对 底下大家看到的是我在社创中心的颁表 意思就是说我每个礼拜三 从早上十点到晚上十点 我都在仁爱河山段 九十九号 那任何人都可以来找我 那下午是预约排队 然后上午是即时走进来的门诊 晚上是大家一起吃披萨 吃晚餐 那我们社创中心 因为当时是上百个社创团队一起设计的 所以我们就有上百个天灯 就是许愿池的概念了 那所以一个就是每天都会开到半夜十一点 因为那时候大家创意才刚开始出现 那然后第二个是说一定要厨房有个咖啡厅 而且有一个专属的主厨 他是我们的蒂芙林 石拉鲁 所以任何时候就是都有好吃的 都自己有好喝的可以喝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大家就是任何人只要讲得出 你是解决十七项 就是永续发展目标相关的问题 你得打一下 随便你只要讲得出一个 那这个场地就免费的让你使用 那所以在这里面 所以是都有可能五个十个不同的活动在发生 都有各种各样子的朋友在进行创作 所以这个东西它就是叫做inclusion 就是很容易 你不管是做任何题目的 都可以直接来找我说 那我想要了解 大家在目前这个情况的世界状况 所以不只是做 像刚刚讲唐世正的题目的 做诗志的题目的 做长照的题目的 做就是无家者的 甚至无家者本身等等 都可以直接来找我 然后直接我们的讨论 会用逐次记录的方法公开在网络上面 让大家知道整个政策设计 得像一个脉络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inclusion的表现 当然呢 大家可能就会challenge我说 但是你能够到人爱路三段九十九号 本身就已经是一种特权 是一种privilege 就是你要住在双北 或者住在高铁旁边 这样子这个时间成的才会ok呢 不然的话就是困难嘛 所以这个我也了解 所以在礼拜二的时候 其实我就会直接去巡回 那现在目前是每个月是两次 那巡回就是特别找那些 要到台北空总要比较远的地方的朋友 所以不管是东部的原住民族的各个部落 马太安部落等等 或者是一些特别做在地营造的 每时不会跑台北的 像比较有名什么 火壁吐口石啊这些地方啊 艺术节目的这些地方啊 或者是离岛啊 或者是像金门啊 崩壶啊这些 反正就是说 真的他们还困难的 那我就过去嘛 那我过去的时候呢 就是我会去那边 通常是住一天啊 那去看车程 那然后呢 实际跟在地的组织者 社区营造的工作者 现在所谓地方创生的工作者 等等去进行面对面的了解 就是实际到他们那边 知道他们目前介入的方法 以及他们碰到的困难 以及中央各部会的 证测到那边 到底会怎么样歪掉啊 大概都会进行一些实际的了解 那更远的朋友们 像这是在花莲 那更远的朋友们 像台东等等 他们可能也可以 透过失去的方式加入 但是呢在这里 特别要强调的是说 这个影抗学 并不是只有我们一个人去 而是12个不同的部会 跟社会创新有关的部会 任何跟在地的 不管是合作社 或者是协会 或者是基金会 或者是社会企业公司 等等的朋友们 提出的问题 相关的部会 全部都会集中到工作去 那他们就会在 这个喜爱人所画的 很漂亮的这个 geometry 里面 然后可能有一些 好回的东西的 比较放松的情况下 大概12个部会 会用远距的方式 看着我到各个不同的地方 去进行巡回 那知道为什么 只有在台湾才能占玩 是因为在台湾 宽平是人权 不管你到任何地方 你如果没有10Mbps 那就是我的错 所以意思就是说 我不管巡回到再偏偏的地方 我们都可以透过双向视讯 让派遍的人看得到 在地的实际的状况 那在地的人只要丢求 那在以前呢 或者是说 我们之前 碰到什么法规的问题 我们社劳动会做社会 不能接政府的案子 因为他要 我们做工商登记 我们根本不是工商 我们是个内政部登记的 等等 或者是说 我们是一个协会 我们想要设一下子公司 以前都是大公司 在设NPO 为什么大的NPO 不能设公司 讲个道理说 之类之类就是 他们会提出各种各样 在地方实际碰到的状况 那在以前呢 很多状况是说 他们会跟地方相关的局处讲 局处往上方 那不会 不会说 我要去我旁边 不会我旁边 五个月就过去了 但是现在 因为所有相关的人 都在同一个房间里面 地方的在地方 重要的在中央 所以求丢过来之类 他就没有办法说 我要行文去我衛福部 因为衛福部 就坐在他旁边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他们就不得不 马上做一些劳力激荡 然后透过设计思考的方法 做出一些 具体可行的解决方案出来 那又因为 两个礼拜之后 所有的主资稿都会上网 所以大家就会有 compelled 就是有这样子的动力 在两个礼拜之内 真的找出一个 创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然后就具体上网公开 那这个呢 对公务员有很大的好处 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 当他做这种创新的事情的时候 很容易被讲成土地 就是图特定的团体的利益 但现在呢 那边也是原著 这边也是原著 一切都是公开的 它显然没有土地的问题 那第二个是说呢 以前公务员做创新 如果做得好的话 那他的政绩 都是被证为首歌 那就是 大家也会知道 是哪个公务员 怎么创新嘛 对不对 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件事 那但是现在 因为我们主资稿里面 他是有名有姓的 大家透过时序 是看得到这个公务员的脸的 所以大家就知道说 这个对公司法做出创意的解释 就是我们商业司的陈彦博同学 那所以大家都会知道说 这位公务员非常的有创意 那他无心之中 对他有很多价值 也感到受到肯定 那第三个是说 当以前 就是如果做得不好的时候 那他部长都会怪他嘛 说 为什么你要找麻烦呢 什么之类的 那但是呢 现在因为反而只有 他会没搞这一套 但所以呢 如果出任何问题的话 都是我的错 所以就是 如果有人吸收风险 然后又可以 互相分享这个credit 然后又能够解缔大家的负担 因为公务员真的也很不想 每次每次一次一次解释问题 他们也很想解决问题 所以在过期里面 问题能够获得解决呢 就是处于一个解答欢喜的状况 这个学历上面叫做 Purrito Improvement 就是说 不牺牲任何一方 然后都让大家生活 过得比较好 所以这个是我们 透过regional innovation 这样一套系统 透过巡回跟线上 跟线下office hour的方式 来达到寒容 那所以技术 它当然不太可能一次 就均匀地分散在各个地方 但是每个地方可以挑 它合一的技术 所谓appropriate technology 并不是说大公司做什么技术 地方就要参用 而是地方先把它需求 和问题提出来 然后再引荐适合的技术 然后让当地的朋友 也能够去掌控 这样子的接触和设定 很发展 有20位朋友们想让我解释 Conservative Anarchism Anarchism就是 Anarchy主义 当然有各种各样的流派 但是 大概都有一个共同和特点 就是我刚刚讲的 就是不接受命令 那也不去下命令 简单来讲 Anarchism觉得说 人跟人之间 如果是有垂直的 相对下的 我明明就觉得 你的主意非常不好 但是我因为我的身份 是你的属弯 所以这个非接受的 这种强迫性的 coercive power 那Anarchy是反对 所有的相对下的 coercive power 那Anarchy只相信 horizontal power 就是我们透过 彼此的沟通之后 都自愿去结合 然后去一起做出一些事情来 那所以 Anarchism 它有各种各样实践的方式 那像我现在在行政院实践的方式 就是说 话比像说 各部会 好像讲34部会的朋友们 看到我 都是要叫潘峰 或者叫AU 或者叫Audrey 就是直接叫我名字 如果叫我长官的话 我就假装没有听到 那所以 过了半年之后 就算最自信的 这座公务员也学到说 对就是 你如果叫长官的话 他就好像没有看到你 就走过去了 对 所以这是一种 就是行为因素版 一种实践的方式 那 另外一种实践的方式 就是说 我真的不下任何命令 所以就让大家看到了 我只是不断地 创造一个又一个 一个空间 去让多方利益关系 彼此之间看到 我是起一个facilitator 一个引导者的一个作用 所以这个过程里面 我如果去下财势 那它等于就是 把沟通的可能性 加上 但是我如果不断地 去换句话说 让不同价值的朋友们 能够用不同的方式去看世界 那这样子的话 也是一个anarchism的一个世界 好的 前面是conservative 什么是conservative呢 conservative就是相对于progressive 这个一般大家应该都可以了解 progressive是说世界的发展有某一个方向 你就是要往哪一个方向去 跟这个方向就是相抵触的 或者相矛盾的 那就是旧时代的东西 旧时代的东西就是应该要淘汰 这就是所谓的progressive的这样一个想法 conservative的想法是刚好相反 conservative是觉得说 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 好像说台湾 它这个从四百万年以来 就是两个这个地壳 就是威亚大陆板块 跟菲律宾海板块 互相碰撞产生出非常丰富的生态系 那这个东西是值得保存的 值得保育的 所以它是conservative 就是我们的海域里面 有全世界百分之十的海洋生物 那这个东西是值得conserve 那这个就是所谓conservative 在地址这一项的意思 那当然到了人类出现 就是大概可能六千年前 零万年前之类 人类出现了 那人类出现之后呢 当然也有一套跟自然相处的方法 那当时呢 大概在四千多年前 就是南道瑜的 我们现在要叫什么 祖林 对祖林们 就是发明了一套航海的技术 然后带着这一套跟自然相处的方法 从西边到阿达加斯加 从东边 一路到就是余宋 然后这些的 他们文化一直传到魔力人 所以现在 西兰的毛利族 又是因为西兰社会 台湾说 他们的祖林在台湾 他们要回来 就是跟祖林说话 这样子 那所以同样的 这个四千年前的 这一套跟自然 跟社会相处的方法 这也是非常值得conserve 而不是说 以进步或发展 为名称 然后就可以破坏掉 那这也是要conserve 那当然之后 还有很多文化层 正成功以前 正成功之后 这个我就不被说了 但是每一个文化层 都有它值得珍惜的地方 每一个文化层 都值得去保存 那这个就是conservative的意思 就是不要因为单一的 线性的像GDP这种 已经破产的这个指标 而去牺牲掉任何一个 前面的环境 或者文化的 这个层的正规之处 那这边应该也有一些 在学类似的朋友们 那所以也很欢迎 问相关的问题 但是简单来讲 就是透过 Elon Gesson的这样一种方式 去让大家多看到 这些文化层 跟环境层的美好之处 然后试着把它conserve 起来 而不是说去破坏的 有21位朋友们问说 对于技术性的考核入选文化 如果当时 教育国家学年考树的考试有 看法师不都需要去 每天智商应该有的技术 看怎么入选文化 其内设的考试标准 是否使用技术高的难误 OK 我不知道 这个题目我很难回答 因为当然现在 有很多多元入学的方法 什么百创啊 什么之类之类的这种方案 本来就不一定要 就是所谓的起头式 可是当然每所大学 它自己的考考方式 是就是所谓大学自主 就是大学可以自己去定义的 那所以呢 就是各位能够在这边 问出这个问题 想必都已经有第一手的经验了 但是我没有第一手的经验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 在这个第一手的经验里面 是什么方式 其实我常常去很多大学演讲的时候 每个大学都会问不同的这种这个问题 好像我去中山大学演讲的时候 高雄每个国地大学我都去演讲过 所以包含他们三个合并 三个我都分别演讲过 然后呢 那在中山大学的时候呢 他们就问说 为什么学校 这个总是要脱掉他们的摩托车 好那像这种问题 我就回答不出来 因为我其实不只在校园里 请问问是什么概念啊 我没有请问我都知道 所以就是说 像这样子的情况 我就只能说 我理解到教育部目前 他已经把这种就是 支持的刚刚整个状态 大概都已经下放到 每个学校都可以有相当程度的 支持自主的决定权 但是为什么每个学校 要这样子去决定 然后以及所谓任职上 应该有的基础 你看应该是用操作的方式定义 还是可以用project based profolio based 其他方式来定义 其实本来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我们是已经 并没有在中央去掐这些 标准的帕数了 那如果有的话 那也随时欢迎跟我们反映 我们再把它放宽一些 因为学校收益房里面 这些都已经放得非常宽了 然后在明年九月 就是会跟小一 国一高一大一嘛 就是会一起上路 那所以这些东西 当然都可以再进行调整跟翻修 但是大家的第一手经验里面的部分 就请原来我真的没有想 类似的第一手经验 没有办法跟大家更做更具体的讨论 有24位朋友们想要知道说 关于台湾先进科技社会的发展 与对岸中国相比 面临了什么困难以及有什么优势 首先就是说 我一直觉得说 我们就是一个岛 那这个岛区跟大陆相比 是一件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世界上只有一个地方 这个自我认同的同时 是搞岛跟大陆 就是澳洲 澳洲好像有一半的人 觉得自己是一个大陆 然后有可能四成的人 觉得自己是一个岛 这样子 对 那这个 我想他们是比较特别的一个情况 对 那但是台湾 其实很明显是一个岛 为什么要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大陆 最后一直没有办法了解一件事情 可能是一些幻觉吧 那 那 OK 对 那所以就是说 不管是我们在岛上面的 这样子一种丰富的生态系 它去 就是大家到 美洲大陆 亚洲大陆 欧洲大陆 澳洲大陆 南极大陆 去做自己的创作 我觉得都很棒啊 就是说 因为本来岛很适合的就是 这个多元性 那你多元性 你发展到一个程度 想要扩大它的规模 那当然就是去 比较适合扩大规模的地步去扩大 那当然未来 这个太空 可能更大 但是 目前我们目前还在这个 就是地球上嘛 那所以我们就先 就是用这种岛 在大陆的不同的性格 去进行思考 那当然就是 我觉得 为什么我们会幻想 就是自己是一个大陆 有另外一个原因 也是因为 据说就是 比我年纪大的这一辈 因为 我小时候还在戒严 那当然五六年 那我们就是 之后才戒严 那但是 据说当时就是 就是 有所谓的禁海令 就是大家都 不能随便去海上 做各种海上的活动 那所以呢 因为就是 没有办法接触海嘛 所以当然 就会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大陆 这个也是很可以理解的一件事情 对那 但是我们现在当然 因为有海外会了 有海洋教育了 海外会主委 也是我们 内阁在乐会的时候 发言最多的朋友之一 那我最近 这个一直都在协调 像 東沙发展这个 深海旅游 或者之前去澎湖 南方四岛 这些海洋国家公园 那慢慢海洋 真的进入了我们 年轻一辈的 这个consciousness 所以 我是很高兴啊 就等于岛上的人 重新前外海上的人嘛 那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就了解到说 哎 你对事情的想象 是可以不一样的 就是说 我们如果是在岛上 然后在海上的话 那这个社会的发展 它必定是 network based 就是去连结的 而不是 所谓的集中的 那 集中跟连结 当然是不同的模型 而且有不同的好处 那 那集中的好处 当然就是说 它是非常忧伤而下 刚刚讲到的 vertical power 你可以 就挑一个地方 你牺牲掉所有其他价值 专门发展到 那个价值 这个都是很容易的去做到 就好像 如果你去 做这个 医学的研究 然后你的体试验 可以不管人权的话 你也可以做出很多 科学上的发现 这些都是 事实 那但是反过来讲 就是说 在这个多元的 以连结为主的 那当然我们就不得不 去调和到 这些不同的价值 然后去做出一些 对大家都 没有坏处的东西 那这个当然就会有 很激烈的震荡 那我们举实际的例子 就是说 联合国有去发生目标 是七项嘛 然后 160个细项目标 简单来讲就是说 经济 这些环境和社会 要同时去增长 而不是说 大家上班 拼经济 造成一些环境污染 下班 当职工去惊叹 从前造成一些社会 紧张 然后才要去做社会工作 不是这样子的 而是你不管在做什么 要同时照顾到 这三种的底线 那这三种底线呢 在台湾的创新发展方向 就跟在任何大陆都不太一样 像这个是我们实际在处理的一个例子 最近还蛮红的 叫做空气盒子 空气盒子就是大家在台湾 然后对于空气都很想要了解 那所以呢 大家就自己用了一些便宜的 可能两千多块的一些盒子 去量测空气品质 那它比环保署的测试价 当然精确度没有那么高 但是大致的趋势是一致的 而且环保署 建设在可能零零一公里两公里 可能大家想要知道的是 自己家里 阳台 学校 自己身上 就是也可以穿得走 等等的这些实际的空气状态 所以在台湾这个叫做公民科学吧 Citizen Science 就是大家都好像科学家一样 自己就开始进行一些研究 但是这并不是只是自己用而已 而是上传到在中研院的一个叫做 就是LAS的一个社群 然后G0B就是临时政府这个社群 帮忙去做了视觉化的一个工作 所以大家就可以一眼就可以马上看到 台湾的数位落差 不是 台湾的世界空气品质的情况 对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就知道说 我们在任何其他的大陆型的国家 第一个你很难宽敏及时人权 你很难去做这样子军云的部署 而且第二个 当你是集中式的管理的时候 那统治者就会觉得说 这威胁到它的可信度 威胁到它的legitimacy 威胁到它的正当性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他们的环境部发表一个数字 那就自己量测发表另外一个数字 你当然会相信自己量测的数字 或你朋友量测的数字 这个是人之畅情 所以这种刺干预式的公民科学 确实对于集中式的同志的正当性 造成了非常大的危险 以至于我们周边的许多大陆型的政权 都很不愿意看到这样子的东西出现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在台湾我们是非常特别的 我们是抱持着一个打不过就家努的态度 所以我们在政府看到这样子的东西出现了什么 不但就是不会去打压 真的很多大陆型的政权 这个我们在聊天的时候都说 根本不需要等到两千个策展 六下桥的策展数 大概到二十个就会插水表了 大概到两百个领导人 就要想办法把他约过来 把他就是请他加入政府了 那他如果到两百个人 还不愿意加入政府 敬酒不迟 他到一千人他就消失了 这个是很常见的情况 那但是我们这边完全不是这样 我们反而是去推广这样子 作为环境教育的一个题材 而且呢我们会主动的去 去想要请工业医院跟中业医院去研究 看怎么样校正它的数字 以及怎么样去研发一些更便宜 或进去度更高的一些零件 来把它使用 那当然数位落差也是实际的 所以我们环高树也会用类似的技术 去在这些比较没有人去布的 这些高山的这些店 去补上整个空气的品质的全貌 甚至我们看到光明科学家社区里面 一直在说我们想要区分境外的跟境内的 这个空气品质的来源跟走向 所以他们很想要在红色的那个点位 去放这个空气额子 但是这个对光明科学家来讲 大概是做不到的 即使你有无人机 它也不可能24小时不断电 飞在这个海峡上空气量那个地方 可那个地方对于你判断境内外 跟境内的空气品质 它有一定的贡献 那所以光明科学家做不到的 那怎么办呢 这怎么可以做啊 因为我们会在那边加离岸风机啊 所以就是说离岸风机在发电的时候 它最不缺的就是电嘛 所以在上面它一定可以有空气盒子 一定有电也一定有通讯的回路 能够把这个即时的海峡上面的空气状态 即时的传到同样是中医院的这样子一个网路里面 那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们这些创新全部都是开放的 刚刚讲到海岛的创新就是要连接 所以我们放在国际的这个GitHub这个平台上 全世界任何地方关系同样的议题也不用 不用经过我们这种震荡跟磨合 它就可以直接把产生出来的结果下载 然后配上一些开放硬体 Rasperi Pi啊 Arduino啊这些开放硬体元件 它马上就可以开始加入这个空气盒子的网络 那当然它也可以自己去处理资料 但是因为大家都很懒嘛 也不会去盖那个网址 所以到最后结果就是台湾掌握的 大家的空气品质资料 大家都放到中研院去了 那我们现在就专门有一个网站 叫做民生公共物联网 SIVO IoT 那这边CI也可以看作是Collective Intelligence 就是ci.taiwan.gov.tw 那在这里面就包含空气品质 防救在地震水资源 所有这些没有办法主张各自的资料 通通都会集中到就是国家高速網路预算中心 过往中心 那在这个上面呢 我们就对气候科学 对全世界科学社群 都用国际通用的标准去及时分享这些资料 以至于说像水资源这边 台湾自来水公司 他的水压水流量等等资料 就跟一些研究AI的学者一起合作 去做出什么 其实不是学者 说是二年级上 一些学生一起合作 去把这个本来老师傅们 绕台湾要一年半 才能听到新的漏水的点 缩短到只要十分之一的时间 还有个机器学徒 用LINE跟他沟通 就可以马上告诉他说 诶师傅你现在在这边 附近最可能漏水的地方是哪些 你先去听那些地方 所以就可以快速的解决漏水问题 那在这个情况下 像纽西兰兵们本来不缺水的 但因为期货病前 现在开始缺水了 他们就没有去跟以色列 采买高额昂贵的技术 而是跟台湾的这一群 总统为黑客松的创作者 他们直接要去威林顿住三个月 然后一起去用他们的自来水 的质量水流量 来解决他们的漏水跟缺水问题 那像这种我们现在叫做 暖食力外交 那意思就是说 我们解决自己的环境社会问题之后 我们不是用一种殖民诊 不是用一种贩卖的角度去看 而是说我们实际去那边 然后去体会到那边 也有一样的永续发展的问题 然后把我们的经验 穿受回去 但是让当地的人 也能够自主掌握 这些相关的技术 所以这个叫做 高上是低票 保护的 就是民生公共狂无眠 那这个就是一个 海盗型社会做创新的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例子 那在这个创新的过程里面 只要有任何累积的经验啊 资料啊等等 我们都确保說 光部门 私部门 社会部门 都能够彼此之间互相相信 到底要怎么互相相信呢 因为其实也有很多 有加工集文字的朋友们说 那我们如果全部都上传到国王中心 当然很方便啦 就是任何老师都会写东西在上面做AI运算嘛 但是你怎么知道说投票前 大家国王中心不会篡改大家的资料啊 国王中心本来就不会篡改大家的资料 但是大家是有一些这样子的疑虑 那没有关系 我们有分散式账本技术 俗成区块研的技术 所以就是每次上载之前 每天他们会先做一个snapshot 然后呢把那个snapshot就是等于是核定本 核定本就放到区块链上 这样子的话国王中心如果想要篡改的话 整个区块链都知道了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大家就可以有基础的责心 就是知道说大家都不会去改彼此的数字 那我们在永续发展目标上面 就不是泛泛的说 我们要解决这17项啊什么什么东西 而是说台湾研究出一些方法 17.18让大家的资料之间可以彼此信任 17.17可以结合跨部门的力量 以及17.6这样子出来的创新 它不是一种执迷式的创新 而是一种开放式的大家都可以去掌握的创新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优势 我们在22位朋友啊 问说对社会企业所需的人文社会人才 有什么建议 其实做一个社会企业就是 就是如果你要这个运用商业的这个力量 来达成解决社会或者环境问题的这样子一个目标 其实最需要的就是自发互动工号 三个不可或缺 但是最重要的可能是中间的那个interaction 因为我们在解决一个社会问题的时候 我们要先融入那个社会 有第一种的经验 所谓就是 the people closest to the pain should be closest to the power 就是去把最接近痛苦的人 把权力带到最接近他的这个位置去 那这个是做social enterprise 在创业上的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所以呢 有一个程序动议 或者说勒动器太强了 可不可以小一点 但是这个可能就是我们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调整的空间 我们还有20个分钟 但是anyway 好 那就希望程序动议可以程序处理 好 那我们回到人玩消费人才 人玩消费人才就是说 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说你要能够 identify people with the pain 然后去了解到他实际受到的痛苦 或他的状况 那在这里面呢 我最主要的建议就是说 不要把对方看成所谓的vulnerable people 要把对方看成就是people with unique contributions 那 这个也就是说 不要把它看作是这种残骨式的 银河式的 而是要看成是这种 大家都有不同的贡献的 这个在台湾也是有悠久的历史 就是说台湾从戒严到总统直选 大概有十年的时间 在这十年的时间 接近了九年的时间里面 其实公民社会的政党性的累积速度是非常快的 反而是行政体系的累积速度是相当慢的 要第一次总统直选之后才取得它的所谓的民主政党性 所以意思就是说直到现在如果发生了什么这个紧急事件 政府公布一套数字 慈激公布一套数字 说不定大家会相信慈激的数字 那这个也是台湾很特殊的一个现况 那所以同样的二十几年来 不管是合作社形态 NPO形态 或者公司形态 也有非常多的朋友 投入我们现在会叫社会企业 当年还不叫社会企业 但是就是社会企业 这样子的一些工作 那这里面的所谓的社会创行 就是越多人参与越能改变社会的创行 比方向邪汉儿三个字 就已经是社会创行 因为本来好像是叫什么智障 还是什么之类的 但是当你把它叫邪汉儿之后 忽然之间大家就可以看到说 这是一群有特殊的 跟社会有不同角度可以贡献的朋友 那这个呢也是 如果是学人文的话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邪汉儿画出来的 不只是刚刚那个足球场包 和这个犀牛队长 有各种各样的就是视觉元素啊 这边有非常多视觉元素啊 全部都是写上来的作品 所以就是说 这个是很重要 就是不要把它看作是vulnerable people 是看作people with different unique capabilities 有不同的特殊的能力的朋友 那你是结合这个特殊的能力 把它带到社会里面 这样才叫你科学 那像我这边也举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天赋诚实 它是一个社会企业 叫做点点善 发起来的社会设计的一个专案 简单来讲就是 它要把接麦者的这个形象 加以翻转 那现在大家在西门町 或在我们公众 摄创重新 都可以看到就是这个project 这project很简单来讲就是说 大家应该知道金麦者 就是麦克尚堂 或者卫生室 做了一些朋友 我应该不用解释 好不用解释 对 那他们的做法呢 就是说先不去把它想成 是所谓的弱势 先用最传统的最商业的方法 去进行分析 swat分析 那后面像说 他就发现说 大家跟金麦者买了货品之后 他们透过后侧前侧 发现说大家最疑虑的 就是不知道这个钱会跑到哪里去 表示他的金流跟责心多多透明 那他的过程中 他的互动方式 就是他的CRM 他的顾客关系 常常都是说 先生小姐型型号 但是并没有就是进一步的这个互动 所以CRM的系统也需要加强 然后他们的供应链管理 就是说不管是 卫生室或者是 核香糖 都比起旁边的便利商店来讲 并没有什么特色 而且也不一定比较便宜 所以供应链管理的部分 也需要加强 所以就是说 你先不要把它想成弱势 你就是把它想成 任何一家企业 然后用最传统的商业方式去分析 那分析完之后 你就可以透过社会设计去结合 本来不一定是社会企业的 但是呢 也愿意投入这个工作的朋友 就像石头汤一样去做 好像说人生百会 去做生活照顾跟职能训练 让他们的互动的方式 可以变得更多 或者是说 台湾有很多做辅具的朋友们 他们就用一个很有趣的设计 把它设计成一个车 那这个车的好处就是说 它是一个mobile station 所以说它看起来很潮之外 它上面有很大的螢幕 可以去放公益的广告 那这个广告呢 它又透过一些辨识 幻线啊什么的 它可以知道前面站了几个人 以及他们现在的爱心情怎么样 那所以这个是没有各自的问题 原来不会留下这个影像啊等等 但是它可以去放 切合于在前面的这些人的状态的广告 所以你就算只是在这个车旁边 多停了十秒钟 你也等于是已经在做公益 那这个就比 好比方说你 雇一个人一直去取一个牌子 要来的经济很多 那又接下来就是 diversify他们的活源 那从社会企业来进行 或者是说要办什么活动的时候啊 或像台北要什么公平贸易制度啊之类 他们就可以找一些公平贸易的咖啡 或者茶或什么之类的去进行工作 但是最重要的是 我也是想努力所有学社会人文的朋友 就是说要be humble 就是要不要觉得自己知道答案 而是说跟问题相处很紧 那但是呢中间也不要怕丢脸 你想到一个图形 他们根本还只有这张图的时候 就已经丢到了群幕的这个平台上面 那在群幕的平台上面呢 当然台湾人是充满爱心的 所以目资当然是瞬间就超标了 这个是这个一点都不意外 但是呢群幕的好处就是说 我一旦拿出了钱 我就不会想要看它失败 所以呢你在群幕的留言板上面 就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意见就冒出来了 就是说我看到这台车 我开始有个想象说 Wi-Fi不够强的地方 它可以当作有无热点 或者是说我的手机没电了 它是mobile station啊 它可以帮你快速充电 闪电快充 那在充电的过程里面 它又可以再跟你讲个故事 或者泡一杯共评贸易的咖啡 或者是你就多看几秒钟的广告 那或者是说它前面有一个植物箱啊 它可以变成爱心伞的集散地等等 这样子大家看这些朋友们的感觉 随着每个概念的提出 就从本来的所谓角度弱势者 CSR等等的这种角度 变成了BD啊 变成了商务拓展的角度啊 就是说有这么多的mobile station 比起这个局牌工人啊等等 显然是更好的商务拓展的渠道嘛 那所以各种各样子的异业结盟的概念 就越来越发展 到最后它就融入了 就变成这个社会的一部分 所以就是说在这里面 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环境活动 并不是固执的 它就是用最本科的商管的这种能力 去达成就是让社会上面所谓的弱势朋友 变成社会的完整参与者的这样子一个工作 所以在这里面就是说 一开始不要自满觉得自己知道局部的答案 而是说实际去让这些朋友们分享这些经验 然后再透过各种石头堂的方式 去把大家就是各种各样相名的这个脑力啊 集中起来 那这件事情可能才是最重要的 就是social design也好 social innovation也好 都是with the society 不是for the society 有一位叫D.O.的朋友 跟22位联署人说 对于公投 关于同志地体与性别的平等教育 有什么看法 当然就是说 我会鼓励大家 应该现在都已经有公投的资格了吧 就是周末尽量参与民主程序 那我们的青年咨询委员会 特别要求我们教育部 发一个函 给所有的高级中等学校说 高级中等学校的学生 如果满18岁的话 千万不可以在这个周末 拍任何活动给他们 一定要让所有18岁的朋友 跟19岁的朋友 都能够好好的回去 投下公投票 那所以这个是我们青字会 最关心的这个题目之一 那我身为青字会 付招前 只要带到机会 就要讲一次 那然后呢 作为一个学这个 逻辑跟哲学的 我也希望大家在投空投票的时候 尽量不要造成就是 逻辑上的矛盾 就是不要把 事实上逻辑上矛盾的 两个案都该统一 这样子的话 会造成一些 宪政上面的一些困扰 虽然据说也有些朋友 有很创新的方法 在推广这种概法 但是希望尽量不要 因为会造成我们大法官 会以不必要的负担 然后 anyway 那但是除此之外 我想最重要的是说 这一次接着公投的机会 让大家能够去对 特别是婚姻这两个字 有一个关于整个社会的 一个讨论 我觉得这是蛮好的 因为大法官实现成后 平权这部分 都还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 婚姻这两个字 造成了很大的问题 那为什么呢 是因为其实 可能比我年纪大的朋友 也会记得说 在以前 就是可能十年前 在前面 台湾是采取 所谓的仪式婚制度 仪式婚制度 仪式婚制度就是说 大家只要办个婚礼 有足够多的人 来个宗族 什么 什么好命婆 还是什么 就是有各种各样的configuration 你只要正确的configuration 就是 那你就婚姻就已经完成了 那护证机关 那个是事后追认而已 那你即使不去登记 你都可以推定说 你办了这样子的婚礼 你就是 就是婚姻就成立了 所以婚姻它属了 是一个社会摩动 那它次要的才是一个行政行为 那但是 年轻一辈的朋友 就是比我年轻一辈的朋友 2007之后想要结婚的朋友 就完全不是了 我们变成登记婚制度 登记婚制度就是说 你只要去护证事务所 稍微登记一下 登记完之后 婚姻就成立了 它是等于一个契约行为 那当你登记完之后 你到底要不要艳客 要开几桌 那完全你的自由 你不艳客也无所谓 那所以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对不对 男人是都用了婚姻这个字 所以就会变成是说 在不同的备份的朋友们 看到婚姻这个字的时候 脑里浮出来的是不同的格式 就是不同的外形 那这个就会很困难 因为在网络上面 如果你只有片段的资讯的话 那大家都会进行一个 脑补的一个动作 那脑补虽然是补了 但是大家都是补的是错的 就是是那脑里已经有的格式 它去补那个片段的讯息嘛 所以我们在最近的 这个公投公开讨论里面 我们就看到临时政府的很多的计划 它比方说现在有个叫做 真的假的计划 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计划 所以我们每次都要宣传一下 就 我先声明一下 就是说这个计划 并没有性别歧视 你每次这个重新整理这个 我们也它会换一个不同的 这个人类代名词 好 对真的 好 那所以就说这个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它是一个LINE的一个机器人 那你如果把它加成LINE的好友的话呢 你每次看到就是 关于这个 就是刚刚讲到这些教育相关的一些 在LINE上面最近转传的一些谣言的时候 你就可以 就是 因为有时候你请你的家人去Google 他可能对他来讲 网进网路就是LINE而已 他其实不知道Google是什么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你就可以说 那你直接转传给这个机器人 他就会告诉你 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 然后以及他知道真的上的这个 就是 课外读物啦 延伸阅读物是什么 或者怎么样的程序 去判断这个谣言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那目前当然有外国人 在台湾安装这样子一套软件 那这套软件 那这套软件 非常的有意思 就是说它是重包的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 自己去看 目前的谣言资料铺 跟撰写回音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台湾目前在LINE上面 最盛行的 最盛行的是哪些东西 你看 果然很多共同属相关的 对 然后 非常多这个 对 这个 哦对 还有这个 这个 台语这个 麦等部 这个 其他别的 然后 还有各种各样的东西 好 我就不要停太久 因为可能会造成精神无人 但是就是说 呃 在这边大家就可以 快速的看到说 这个 实际的事实查核的这个结果 那但是 还有意思的就是说 并不是在LINE上面流传的 都是假的 好比上这个 传的是 教育部的新品教育内容 那这个虽然是 被很多人检举为妖言 但是是真的 教育部真的 拍了新品教育的影片 这真的是教育部拍的 对 那所以就是说 它有个好处就是它可以把 在暗处的东西 就是在 各个同门层中间的东西 放到明处 就是每个东西 现在都有一个网址 那你一旦放到明处 就可以公开讨论 公开讨论 公开讨论之后 大家可以把事实加一展合 事实拼同一 加一展合之后 大家的感受 才可以开始尊重 别人的感受 就是说 同一个事实 当然你可以觉得很高兴 我可以觉得不高兴 这都是很OK的 但是如果连事实都没有办法 拼起来的话 那我们永远都在进行 一个脑补的动作 所以我觉得说 这种公投的出现 也让就是像 就是真的假的 这些社群们 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然后如果这个 你有力气的话 欢迎加入 真的假的的社群 这个是一个 社群参与者的身份 不是一个政委的身份 有21位朋友们问说 如果杜绝境外 事例散播假消息 跟网络霸凌 解释一下 他们的一个题目 首先我想要提醒大家 就是说 网络就已经是境外了 CyberSpace 它就是一个不同的Space 所以 并没有境外跟境内 而是把别人交道的CyberSpace 那个就是境外 这是第一个 要了解的概念 就是 管网络的 这个规则 叫做Internet Society 那我们制制定的 不叫法律 叫做Request for Comments 叫做协定 那网络网络 这样子一个单位 它在很久以前 是美国国法部 自主的一个计划 四十四十多年前 后来跑到经贸部去 后来就独立了 它就变成独立的东西 那联合国ITU 一直想要把我们 吸收进去 但我们也没有答应过 所以 目前Internet是一个 具有类似主权 这样子的一个实体 为什么说类似 是因为 其实我们没有海军 也没有陆军 所以其实是没有办法 强迫任何人 来要忘记往路 都是自愿结合参加的 但是 因为激进是 的透明 因为任何利益 关系都可以参与 因为大家 资源结合的关系 所以有它的震盪性 那这些 所谓的协作实施力 是从 Internet Society 找出来的 所以我等于是 Internet Society 在中华民国行政院的 一个投影 所以这是 介于这两个中间的 一个角色 但是无论如何 我要讲的是说 网络就已经是境外 不要在网络上面 去分界里面境外 这是第一件事 那第二件事情 是说 Disinformation 它其实很有意思 因为现在 这个机器人技术 非常的发达 对话机器人 聊天机器人 还有就是你可以按一个键 然后就 同时控制 五千台 这个虚拟机器里面的手机 然后同时按赞 同时这个 按订阅 同时按什么 同时留言之类的 所以一个人都可以非常容易的 控制五百个 一千个账号 这个是确实的 也有非常多 已经商转了的这些技术在发生 所以这个 我们如果有看过 武侠小说的话 还不像说 刚刚就是 过世的金融大使的 武侠小说 它里面就常常有 一个场景 就是说 你看到 红沙魂魂 见军万马而来 但事实上 就只有几匹马 它后面拖了很多树枝 那些树枝 在马屁跑动的时候 会带起非常多的沙尘 所以就绝对有非常非常多人 但事实上 后面就是四个人 这样子 所以这个情况 在目前是非常常见的 也不是只有在选举的时候 任何时候 你都可以看到 非常多这种 自动化的 不是人类的朋友们 那来进行一些讨论 对 那所以 这个是 所以就是 大家在脑里 理解到这件事情 其实就没事了 不要觉得说 这些都是真人 这是一件事 那第二个是说 那这个中间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 所谓媒体识度的这个教育 媒体识度的教育 媒体识度的教育 其实表现在方方面面了 那但是 可能里面最重要的就是 这个即时回应的这件事情 那因为台湾是 就是 我们这个区域里面 按照Civics Monitor C-I-B-I-C-U-S Civics Monitor 这个网站 我们在整个亚洲里面 如果你选 完全开放 就是集会言论 结束自由 完全开放 再选亚洲 那就只剩台湾 所有我们旁边的 公民社会的空间 都在缩减 那只有台湾在增加 这个是实行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当然不是说 我们做的比牛西兰 澳洲 北欧好 没有到那个长度 但是在我们这个区域 没有更自由的地方 所以 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所以我们在做创新的时候 大家会想要做的 就是 去结合各个不同地方的看法 可能就是板块解压 有地震啊 什么之类的 但是创新到最后 玉山每年都升高五公分 所以意思就是说 我们会不断用这个更好的 更普世的方法 来解决我们的社会问题 但是呢 旁边的一些政权们 可能不一定是这样子想 所以 他们的想法 可能会是说 那我们就尽可能去分化 或者尽可能去造成这种 板块中间的矛盾 那如果我们心理的方向结构 没有做好的话 那我们就会 回到 就是 我小时候的戒严 那个情况 那这个时候 因为分化了社会 然后社会的英文自由倒退 等等 我们就变成跟 他们比较像的一个情况 所以 我们如果要保持 我们的这个identity的话 那 第一个就是 心理这个方针结构 是最重要的 那在这里面呢 当然行政院做了一些事情 好比像说 如果 既然大家在早上 看到一个谣言 或真的假的 现在回报说 现在某个讯息开始转传 他还没有到 传染力非常高的情况 就还没有突变成 什么什么A型 有干什么 最近很荒的那个 对 那而是说这个 他才刚刚开始转传 那这个时候呢 行政院就会在 四个小时之内 相关的部分 就会立刻出来澄清 不止是放在行政院的首页 也会透过各种自动化管道 递送到大众媒体的手上 那意思就是说 大家就会咬起一个习惯 不是看到什么东西 好像收集萤幕很小 一下 引起你义愤天鹰 你就马上要转好 就是可能要上故事一下 然后呢 去等一下 然后把这个即时战略游戏 变成回尔机的游戏 就是说 会等到中午的时候 四个小时过去了 行政院这边 就一定会有一个 具体的 就是从我们角度 看起来的世界是怎么样的 这样一种补充说明 所以 每四个小时 为一个news cycle 去进行澄清 这样子的话 大家就可以学会说 那我们在版面上 没有办法平衡 以前指本媒体 你还有左边 右边版面上的平衡 现在在网络上 已经不可能了 一定是两边 各拍一张照片 然后就转传出去了 那大家 我们至少在时间上面 做到平衡 所以这个是 我们可以做的事情 那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公民社会 都没有做的事情 就是 这是我们做的嘛 就是 强化社会物系 那 像我刚刚讲的 包含每个礼拜三 都可以来找我啊 或者我及时去回 我们公开回的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 开放城市的一环 因为 就像你如果有一个朋友 你每个礼拜三 都可以去找他 就是看电影打篮球 或是你随时 写讯信他都会 用人话来回你的话 那你听到 关于这个朋友的谣言 其实你不会去转船嘛 你就会去问一下他嘛 就是认知场景 但如果这个朋友 每五个月才回你一次 新闻前回的都是八股闻 那这样的话 就是你脑里当然 非常多脑部的空间 这个也是认知场景 所以就是我们自己 要快速的回应 但是呢 确实也有一些 就是第三方查核的这个机制 那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像在台湾 目前已经有通过 中国国际的这个TWFCC 就是台湾试试查核中心 这个就是在国际 IFCM pointer 网路 已经是正式的会员 的一个台湾试试查核中心 真的假的 是把LINE上面的 大家看不到Google不到的东西 放到Google到的地方 那试试查核平台是下一棒 它把大家就是在公开的地方 看得到的东西 就可以去直接开始进行新闻查证 然后去看它是错误正确 还是部分错误 那所以所有这些 像什么 女人愈爱的 或者是真相愈高 真的是英国研究 OK 对 他们会找一些 就是最近传言力比较高的 不管是英国研究 还是什么别的东西 去进行查证 然后他们会花这个 很多时间去告诉你 真意点一在哪里 真意点二在哪里 然后呢 会去看那个paper 实际去访问专业的意识 然后呢去做出结论 然后所有这些东西 相关性研究 不能够真实具有英国关系 等等等等等等 所以这里面最有价值的 之余 可能并不是它是错误还是正确 而是它这个查课的过程 大家都可以通过这样子的方式 来累积我们叫做媒体制度 media literacy 这样子的能力 不过它查课是错误的 它也是有另外一个好处啦 所以说 因为它是IFCM会员 它查课是错误的 然后大家可受公平 大家都知道说 好那这个就是错误的的话 那它在大的保证上面的传言力 会被挑递 也就是说它具有演算法算数设定群 那这个事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不能只靠这个所谓的自律 你靠所谓的自律 有争议性的讯息 本来就是争议越高 大家越会传 这个是很明显的 那但是在大的演算法的 同志的位置 同样也具有准处权地位 我就不讲名字了的一些社群網路里面 他们就是靠这些信号 这些事实查课 来判断说 那哪些东西它其实真的是错的 它在传播 对于它的社会责任 对它的形象都有伤害 那它会挑递这些讯息 的传播的能力 所以我们当年怎么解决 勒紫邮件 我们现在就在怎么解决 不识讯息 那勒紫邮件 从1999年开始出现问题 任何人当时都 如果有在用email 可能记得 都会有奈吉利亚的什么公主 跟你说有什么 一千万要回到你的账户 什么之类的 当时是非常非常盛行的一些现象 那一直遇到有些人觉得 email就要烂掉了 那但是 我们其实只花了五年左右的时间 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同样也是靠使用者 聚报 垃圾的诈骗邮件 然后放到一个叫 spamhouse的平台 spamhouse 再去联合所有的 email的供应商 然后让具有这些 patterns的信件 没有办法去 那么容易的流传等等 所有这些东西 都是基础社群 加上政策社群 一起做出来的一个 多方利益关系的网络 那现在当然在社交媒体上 它形状不完全一样 可是我们的解决方法 同样是透过这种 多方利益关系的方法 来进行协调 有22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艺术工作者可以在台湾社会 扮演什么更积极的角色 其实我发现艺术介入 都是最快的介入 我不管这个 我自己做梦典 那个 当时 就是 去 做各种 就是 词典啊 这个 明南语啊 课语啊 艳语啊 所有这些东西 那 但是后来就发现说 其实 最重要的可能 还是 把它弄得很漂亮 然后 把它的互动的这个过奖 弄得非常让人容易 使用 容易理解 那在这里面有非常多 呃 就是想象性的 创造性的这些部分 其实即使是我们一些 比较属于 服务设计的部分 像当时 卓志远在 我一开始影片 因为声音没有放出来 所以 大家可能没有听到他讲的话 他就是去年五月有做了一个 连署案 那他的提议 他的点子叫做 暴水软体难用到爆炸 那其实 呃 这个不太能够叫做一个点子 这就是负能量而已 那但是 他的内容更是负能量 我们就不谨慎污染大家了 那但是 那我们现在在每个部会 都有一组人 叫做开放政府联络人 就是 好像媒体联络人跟媒体 南部会联络人跟立委嘛 开放政府联络人 就是跟这五千个 快要上解脱的朋友 这个 打交道 然后把会长的朋友们 要到厨房里 不是有汤匙啊 一起做汤匙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艺术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说 第一个 我们这个space configuration 本身 是要引发 大家对于暴水软体 是可以共同创造的 这样一个想象 这个本身就已经很重要 那第二个是说 我们要去用各种 speculative design 其实speculative design 跟art 我自己都有一点分不清楚 就是说 speculative design 就是说 你去想象一个未来 用想象未来的方法去做设计 用这个设计去引导大家对未来的想象 但这里面有超多的主观性 因为每个人的那个未来想象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 当未来透过你的vision而来临 然后你展示给大家看的时候 这个不就是艺术吗 这个 我还是不太分得清楚 speculative design跟art的差别 也许在场有这个博士朋友们可以帮我解惑 但是总之就是 我们会做一些speculative design 然后去让大家看到 各种不同可能的愿景 那 它的设计材料是什么呢 就是网路上这些酸的能量 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们绝对不会去和谐 那这些我们都是如实的去把它呈现 所以像有人说 暴雪人体自暴毒 或者华力道让人迷惘 或者之类的 我们都会忍住不要用公部门的那种和谐的能力 就是让实际在服务社这些过程里面 让这些变成引导 艺术家或者speculative designer 的创作的这种灵感的泉源 那甚至也有朋友说 这个 暴雪人体去年 暴雪人体去年 所以快要到结束的时候会跳出一个娃娃 然后说感谢你对国家的贡献 而且每一个不同的国税局 还有一个不同的娃娃 那么觉得这也是一种艺术的介入 可以让人这个暴雪的时候心情好一些 可能也算是艺术的介入吧 对 但是呢 这个 我们终于平台上面的朋友就尖锐地指出 他想到要暴雪心情就不好 所以请不要浪费时间让他心情好 所谓痛快就是痛的事情就快一点 所以就趕快结束就好 请不要浪费时间 这个想要跳一个什么东西 然后让他的心情变好 所以就是说 Anyway 但我要讲的是说 在这里面 艺术它起成一个 就是 一个regulative idea 的一个角色 就是说大家都知道 不可能变成大家幻想的那么完美 但大家就有一个像北极星一样的方向 可以去做做看 至少可以把本来的那个 很烂的那个Java Applet 的那个想像下 也这个 排除掉嘛 所以我们就一起做了 实质的设计啦 这个花了四次 Coreation 那就从去年很丑的样子 变成今年很漂亮的样子 但重点可能并不是很漂亮 因为你只要杂足够多少钱 都可以做得很漂亮 而是说这个中间卷动了四五千人以上 那每一个人都觉得一专一瓦 就算一张便利帖 也是他所加入的 所以这个参与是卷动的能量 也是艺术的意义 就是说 你看到你就会不由自主的想要过来 天天专家老 这是一件事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其实这整个project 最后的预算是负的 因为里面就吸引到很多 像资讯工程师告诉我们说 你不用每天都租最高的品款 跟最高的这个主机的运算量 因为本来就只有前两天 跟最后两天会有人报税 中间都没有几个人在报税 所以我们后来是采取一般 部署的方法 省了非常多的钱 拿着里面的一个零头 去办这种设计工作坊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当然不是每一案都像这样子 皆大欢喜 就是非常完美 高达96%的人喜欢 剩下4%的人也知道 他们要怎么样把意见 带到明年的报税软体 而且我们要冲造出这样一种环境 就是说 大家受到这种Vision的引导 而不是受到一开始的那种 财政部长下台啊 关帽 关上勾结啊 那种负能量的引导 你要怎么样透过艺术的介入 去让负能量腰尽厨房 变成磨碰窗的好吃 那我觉得这是各位学艺术的朋友们 可以一起想一想的事情 那我们今天演讲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是不是有一点时间 需要 有没有同学立刻有问题想问 因为要举手发问 因为要举手发问 因为没有手机的关系 因为没有手机的关系 好 来 请 就是整个会改变人类的一种技术 那不知道您对这方面的色略 或者是有没有参与相关的一些计划 谢谢 对 我想CRISPR技术 是大家寄予厚望的一个技术 那但是 目前在实际上传上面 当然还有很多 很多带客服的点 不过我今天想要分享两件事情 就是第一个是说 我们现在想到AI的时候 我希望大家更加是想成 assistive intelligence 就是是辅助式的智能 而不是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的智慧 因为这是不一样的 assistive intelligence 它是可以跟collective intelligence 就是我们大家群众的智慧 像刚刚大家在slider上面按赞 这两个是互相加强的 但是当它是 你把它想成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时候 就会想到说 那它是不是要取代人类啊 它是不是要让大家都失业啊 什么各种 或者如果有看过魔鬼终结者的话 会冒出一些很奇怪的一些想法 天王啊什么东西的 对 那但是 就是说 不是说那些情境 没有发生的可能 而是说第一个那个太原 然后第二个是说 我们现在的开发 如果是用assistive的方式去开发 让这些像刚刚那些自走的三轮车 都融入社会 变成解决社会问题的辅助性的朋友的话 那这样我们就不会觉得说 好像我们的人性尊严 会丧失被取代等等 因为其实这个树穿的就是所谓的植物流程在设计 就是把你工作里面少数那些融的部分 去让自动化的这些工作进来做 所以这是AI的部分 那回到那个基因编辑的部分 基因编辑的部分 我现在就是在精准医疗上面 当然我有去参加BioBTC等等 他们大概讲的都是说 我们可以更好的去递送 比较没有副作用的介入 不管是药物或其他的东西 因为我们在做 不管是人体实验的这些模型 或者是在之前做很不太准的动物模型的时候 我们其实都是用一个平均值 来去进行递送 那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变成是说 做出来的这些药 它虽然理论上好像没有什么副作用 但是可能对你也没有什么作用 就是说你刚好的那个基因情况 跟他们在做人体测试 活动测试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所以就会变成是说 尤其是比较新兴的一些药物 程度你要换好几次 才真的能够达到它所要的这些效果等等 那所以有就是基因体 就是现在叫做Omix 全部加上做体学技术 它的好处就是说 它可以你有一个药物的想法之后 它就帮你量身打造到 这个药物的想法 实践到你的身体上的时候 它可以及时的去一定发生作用 那这样一件事情 就是所谓的精准医疗 那这个用在精准医疗上 我想大家都不觉得是一件坏事了 就是说大家都不会想到 吃了药只有副作用没有作用 所以至少在这一点上面 AI加上神经金属是一件好事 包含这个再生医学等等 那当然在后面就会有人问说 好啊 那我们现在既然有一些有作用 而没有副作用的东西 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把自己特化呢 好比像说 就是我想要去做某件事情 那我就把自己的状态 特化到最适合那件事情的状态 所谓这个Neutropics等等 所以这个时候 就开始有伦理感到的 上面的一些正义出现 所以第一个我觉得 这个就跟AI怎么融入社会一样 如果它是少数人所决定 那这个对上社会就是一件坏事 因为到最后就是这些少数人的利益 会不断地加强 但是如果像我们现在处理AI教育一样 确保在台湾的每一个小学生 都可以有换品 都可以连到国王中心 都可以有自己的GPU可以用 都可以去想办法去把AI 解决它实际学业生活上的问题 这个就是AI技术的民主化 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一个火发明的时候 火焰发明的时候 在当时也是把一些人体的功能 移到体外去进行批次处理 所以大家都可以吃得更好 但是火焰很危险 手铁不小心就把整个强势烧掉了 也都是有发生过的事情 但是我们文明解决这件事的方法 并不是说只让少数的祭司去使用火焰 而大家都不能使用火焰 而是我们确保从小就有家世论论课 然后大家都知道火焰是怎么一回事 它的危险在哪里 大家一起去绕着火焰 设定出这个所谓的社会场合 就是social norm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个所谓的有责任的负责任的使用 这个就不是一句空话 而是要花一代的时间 像我记得我小学一年级左右的时候 当时的简佑星部署长 正在推行垃圾分类运动 在此之前台湾是没有人有分类的习惯的 在当时才有分成什么黄色黄色绿色 什么有的没有的 这些分类 那我一直记得说台湾它自己的名字 当作这个重包的这个主题 就是任何东西捡起来又是新的 捡又新 对 那这个也是一种艺术介入 跟写海外这个词的发明一样 那所以从那一代开始 台湾突然变成一个连玻璃都能回收的一个地方 这在全世界都是很少见的 还可以做成这个艺术品等等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 我们重点是在素养导创教育里面 我们需要小孩去证实我们目前技术 不管AI技术 基因技术 分散市场的技术 到底发展到哪里 确保每一个人都可以公平地使用到这些技术 确保这些技术在使用的时候是 for social good for environmental good 那只要有足够多人知道这件事情 它就会形成一个彼此之类的力量 然后去想说 那我们的social parameter 就是社会对这件事情的参数是什么 哪些事是可以做的 哪些事是不能做的 哪些事是做的时候需要怎么样的caution 需要加上怎么样的辅助条件等等 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我们才能够在一个 比较安全的sandbox里面去进行创新的尝试 而不会变成说 好像只有少数人知道会员怎么使用 那多数人的会员都没有感觉 然后不小心整个城市就烧掉了 当然是这样对我们的答案 谢谢 那位朋友在那 桌上有没有一个方法 李文 就谢谢唐秋伯给我们开明 开明很多的事业的观点 那欢迎刚刚您所提到的那个speculating design 跟那个艺术的差别有更 那感觉是这样子 那我觉得speculating 这样的带来是比较正义 就是说很容易比较让人家很容易理解 那艺术通胀 可能艺术家通胀 尤其在当代艺术 可能会带来过程 越来越努力 或者超越甚至 比较难以理解的各种情况 甚至有时候可能会被认为能够通俗 那样这是不合理的看法 但是也因为这样 我再请问一下 那在科技社会当中 刚刚我问这个问题 但是可能因为 比较不会被注意到 没有辣票 所以就 对 那我自己跳出来 那他说 在现在科技社会当中 您认为私人还重不重要 如果是的话 在这个科技社会当中 如何去培养一个 类似波特兰尔市的私人 谢谢 私人还重视 因为在科技社会当中 可能强调有积极进去乐观 在这种情况之下 私人还重不重要 或者多多培养市 OK 这是我第一次 这个听到这个问题 非常棒 而且 我脑里并没有 这个ready的答案 所以我念一首诗来回答你 好 这个是我两年前 当数位政委的时候 那时候 院里面要我写一个job description 就是我的工作描述 如果你是设计师 就叫做我的design brief 那如果是art 可能叫我concept note 意思都是一样的 就是我对数位政委 这四个字的想象 那所以当时我刚好在威灵顿 然后在跟毛利人相处 那所以就是 就受他们感召了 受他们的阻力 也就是我们的阻力 感召然后 就写了一首诗 然后来描述digital ministry 那我先把诗诗念完 然后再 比较 比较 好 比较 太多的问题 那我们在看 我们看到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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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世界上形成人民之中, 让我们看到的一个社会, 让我们看到本身的科技, 让我们看到的社会, 让我们看到学生, 让我们看到一个人的 experience, 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社会和人生。 keep in mind and always remember the plurality 那所以我想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就說自己是poetician 就是中文不知道怎麼翻證 正式講隨便 反正說是用詩學的方法來進行哲學的工作 就是讓大家在看到一些比較現性的思維的時候 能夠去轉換到一種比較common good的一些想法 那這個確實是要靠詩的力量 因為我們在現在的媒體傳播的環境裡面 如果你沒有一個conception integrity 那馬上就被散掉了 然後就被二創三創到不知道哪裡去 那但是如果你有一個conception integrity 而且可以用很少的字就表示的話 那你的二創三創市場都是在幫你amplify 就是擴大這樣子的一種想法 那所以詩的那種coherence 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第一個很正面的回答 就是我覺得詩還是非常非常重要 事實上詩是我主要的政治工作方法 這是一件事 那第二個是說 我很同意您的見解 就是說很多現代的藝術 或者當代的藝術 做的事情其實就像高達美藝術 那這個詩詩學是要了解到詩欲的融合 可是有的時候 藝術就是告訴我們 你到什麼程度上就不能再融合了 就是它是從負面去表列說 到這裡是認知的極限 或是當代想像的極限 或什麼東西的極限 精神的極限 什麼東西的極限 那我覺得當然你從兩邊 都是可以逼近中間的那個就是creaticity 那我並不說只能從正能量這邊出現 很多時候負能量它就是跟正能量對撞的過程裡面 就會產生新的粒子 就是新的創新之類的這個東西 所以我也很同意說 specular design 確實目前都是蠻正能量的 那我們很需要負能量的東西一起對撞一下 那謝謝 非常恭喜 好 非常謝謝唐鳳 他要求我們來叫他唐鳳 謝謝 給我們的這個精彩的演講 那今天時間也插歌了 我們請我們的校長 來代替學校的師長同學 製贈他領悟以及一個感謝狀 校長今天有一點感冒 他怕他太有私心的聲音 怕他太有私心的聲音把它提住 所以就拜託我來提示 多 resistance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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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也謝謝校長 請贊助我們大臺北藝術節的節目冊 謝謝同工政委 謝謝